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福利多好 还是会有人批评 我最近碰到几位长辈 都是夫妻一堆一堆 没有很穷 也没有很有钱 两个人合起来 家里财产 家里财产的大概不到六位数字 就是不到十万块 才排队等了两年 就等到有个老人的房屋 不是给他的 是租给他的 每个月大概缴一两千块港币 大概有三十平米 内地的概念三十平米左右 你说这好还是不好 政府给你的 让你去住 很便宜的租 然后等了才排队排到两年 你至少有个地方可以住在那边 另外还有可以领什么老人津贴 水果津等等 那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社会 能够有这些福利的话 我觉得对得起老人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在香港社会里 家里老人成了植物人 那对这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当然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比如说 你说是不是一个生活经济上的负担 是有公共机构就可以照顾他的老人 可以 比如说植物人的话 一般我们都交给医院 我们有一些专门照顾像这种情况的医院 一些给老人的医院 或者一些已经很情况很糟的 最后这个地步的医院 是有的 或者医院的相关的病房 而且医院也是公立的 你可以再没钱你可以进公立医院 所以医疗照顾上不是大问题 反而是日常生活上 如果他在家或者在医院 日常生活来不 因为公立医院现在有个人手缺少的问题 香港的公立医院不够人 那么你怎么去照顾这些人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私人请看护 或者请外佣了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财政上的负担 我觉得就是在大陆 家庭养老还是很多人 不得不选择的这么一个途径 你看我给你看这个几个照片 最近传出这么一个事 就是在浙江姐弟三人 你看这是姐弟三人 不娶不嫁 这多少年不娶不嫁 为什么因为照顾植物人的妈妈 这妈妈是为了要这个偿还 因为淋巴癌去世的父亲欠下的高额医疗费 他们这妈妈凌晨两点去山上摘什么东西 从车上摔下来 摔成职务人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就是这个姐弟了 姐弟就照顾妈妈 这个多少年 两个姐姐就一直没有结婚 给这个妈妈按摩 你再看下边 这是准备的这个尿布 这种家庭照顾植物人的妈妈 你看他们只能在家里做一些这种 手工来帮补家用 听说这个弟弟最近是找了个女朋友 说看了是不是能让弟弟成个家 这个事让我就想起来 我不知道香港是一个什么情况 但是在大陆 我就敢负责任的讲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他能到一种什么程度 这个老人走投无路 这个有儿有女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儿女 你们都是不孝的儿女 但是骂他不孝是容易的 是吧 但是你去生活在他那个处境上 你又觉得没办法 到老人可以说觉得走投无路 甚至有个老人可以说 我不想活了 就是我干脆把我自己解决了吧 这样你们兄弟姐妹啊 你们就都解脱了 你知道这个里面啊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 就是比如说父母二人都健在还好 他们俩人还可以互相照顾 要是他们俩人走了一个 你知道这个老伴老伴啊 这时候就说咱一起没了老伴啊 这个日子过得就没有滋味了 那么就剩一个 假如这剩下一个呢 你有孩子 有女儿 可是老人实际心里都自觉啊 都知道啊 平常周末过来一下还吵架呢 跟这个儿媳妇或者跟着女婿 你这两代人之间呢 没有办法 老人也觉得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可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跟着谁呢 他是跟着大哥呢 还是跟着二哥呢 他想想跟谁谁 有的确实是跟了 跟了那不就是这样吗 住一个月 大哥不给你送到二哥那儿 这老人自己也跑到二哥那儿 那最后变成李尔王那样 最后对 最后不知道就不知所归 也确实他没法相处 他老人自己心里啊 就一百个不愿意 就是说破坏了孩子的生活 他就不能住到一块去 那你说 那就是讲了几百年那句话嘛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不是说香港问题 不是中国问题 甚至当然也不仅是亚洲的问题 全世界 我有一个朋友很佩服他的 他在那时候六零年代吧 才十来岁出头 在中国大陆 他觉得不对劲了文革来了 他看到他祖父被批斗了 一个女生啊 女孩子十四五岁 然后呢觉得要跑了 比较安全 家里有钱嘛 好像地主之内 就跟表哥走了 我们跑 我们跑路 他表哥就说以为 他表哥以为他要找他上山去打野战 要跟他一起去 结果他带他 带他表哥去跑 然后后面被解放军什么警察追 公安追 然后他跳海 跳进海里面 这是那种逃亡的故事 就游到香港了 对 海里面被人家渔船救起来 来到香港 然后呢 熬出头来 嫁个老公生 两个小孩 一碰碰到香港回归前途 曾经有一阵子不稳定嘛 大家怕 他觉得不对劲了 又逃亡 跑去澳洲 移民澳洲 他先生先不去 他一个人去 一句英文不会讲 一句英文不会讲 一去到那边迷路 在路上 人家老太太来照顾他 反正他过了 好几年安顿起来 好了 我想讲的故事是说 他在那边去学了一个课程 照顾老人家 替人家煮饭 那是老的病的 替他擦身体 洗干净身体 后来发达了 为什么发达 因为他很用心 亚洲中国女人那种 所谓的温柔的特质 出来照顾那些老太太 那些脑外的老太太 非常感动 好几个去世 那个遗产 就给他 就不给小孩 就给他 都说 哎呀你比我女儿更好 我女儿就把我丢到那边 他们政府福利非常好的 每个月不晓得 政府给多少钱 他们养老住房子 然后他请来 这个终点女佣来照顾他 他去世以前 把遗族一改 遗产给他 他发财 所以都是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看你怎么从里面 拿到好处 我就真觉得就说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你看 所以说随之寸草心 什么报得三成会 你报不了的 你不是有的时候 我自己就想 这个父母小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 你这个拉屎拉尿 你就跟个植物人似的 你明白没有 你也不听话 你拉屎拉尿 你犯脾气 但是父母什么时候讨厌过你 父母对你无为不至 但是你看 反过来 父母老了 躺在床上 老人如鹰 就像个婴儿一样 那个时候 你的孩子 能不能一直都有耐心 但我同意你的讲法 但是我想指出 就是 今天大部分 所谓养老问题 老人照顾问题 当然是情感上的照顾 最好还是亲人 对 或者有朋友在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今天中国的养老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物理的 实质的 比如说他的医疗 他那场生活 饮食 起居 怎么办 他住什么地方 等等等等 那么这方面 就看到今天中国有多矛盾 就传统上讲 我们东亚社会 很多 曾经有段 有过一段时间 在嘉辉一念社会学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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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者都说 我们东亚的社会 有 很强的家庭 纽带 家庭伦理 所以呢 这种社会很 很奇怪 跟西方不太一样 在哪 就是 我们对于很多福利问题啊 不会要求政府解决 就没有太大的动机 觉得政府 你要来帮我养老 不 我们都相信 这是家庭内部的责任 是家庭彼此照顾 那么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受到冲击 因为事实上 我们也经历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 很个人化的东西 现在社会变得原子化 个人化 那么 所以我们这种 要依赖家庭 纽带这个观念 现在很多时候 站不住脚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开始 慢慢要求政府 要来承担养老责任了 好 我为什么说中国矛盾呢 就中国今天 我们一方面说 我们是中国嘛 我们中国传统 所以你说 要家庭养老 好像顺理成章 所以社会上 都鼓励大家 孝顺父母 政府也这么鼓吹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共产主义社会 或者社会主义 它另一面 就是它应该做到的是 比西方的这种 自由主义社会里面 更强大的 这种公益的 社会福利网络 公平的社会福利网络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 那么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卡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既不能靠家庭 也不能靠政府 那么靠谁呢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 你刚刚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有问题吗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呀 我听说有 在那个那边半球 对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说的特别对 我觉得 就是中国呀 怎么说呢 咱比如说都讲保姆 我现在体会到 香港人不是都用非用吗 不是说非用就多么理想 但是非用的平均水准 比大陆的一般的小保姆 高得太多了 那简直就叫敬业 你记得吗 就是而且非用拿的工资啊 现在非用拿的工资啊 可比大陆的那个 那个大城市里的小保姆 拿的可少啊 但是 大惨了 那他们听到的消息 都要去大陆 就离弃我们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比如说你讲这个护工啊 这还有一个 这不有个家人感情的问题 最近台湾网络上流行一段影片 很多网友看了就说不行 就是一个护工 再给一个可能一个瘫痪的一个老头洗澡 你就看他拿那个连碰头 跟洗猪肉一样 就这么弄 所以很多网友就很愤怒 说你怎么是这个动作 对吧 可是 哎 家里人 要是出了一个瘫痪的 或者像咱就说这个植物人 你说你放到医院 我发现有的家里人呢 心就 能忍得下心 或者说 他实在没办法 你要 这就是中国问题 你孩子怎么样 你孩子你要上班吗 你 你能老不上班吗 那你上班 你就得有个护工 来伺候你们家老人呢 可是那个护工 我不是说他们坏话 我建的太多的医院里的护工 你一走啊 他能把给老人的饭自个吃了 你知道吗 你肯定哪知道 甚至尤其是有些这个病人 他自己不会说话 你知道这最可怜 护工怎么对待他 你不知道 说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 你不知道啊 那家里人 有时候看见这碰破了一块 那磨了一块 你敢怪护工 或者怪护士吗 你不敢怪他啊 他说谁知道怎么弄的 你甚至有些脚上烫个大料泡 像是开水烫的 那么病人家属回来 你敢怨医生 敢说护士 你怕把他惹急了 所以这种事情 好 你自己照顾 但是你自己照顾 一个职工就要放弃他的工作 你才能干这个事 你怎么办 没有 你刚说那个医疗什么 你看不到老人家被略带 那是医疗专业道德的问题 那就算你自己照顾 你有没有照顾的心甘情愿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记得听一位北京的前辈讲 他说去北京医院看病 然后看到一个地方 就躺着一些老人家 老人家在那边需要长期照顾的 他说很感动 每天看到那个老人家的儿子 三十岁左右 跑来照顾他妈妈 可是所谓照顾就给他吃 也没有略带他 给他吃擦身体 可是每天来就挤着他妈妈 骂他妈妈没有反应 没办法回嘴 骂一边哭一边骂 你这个脑不死 怎么还不死 你知道我多辛苦吗 每天上班十个钟头之后 还要来照顾你呢 一边骂一边哭 可是第二天又来 第二天 他可能抛不开心理 我不能不理你 可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痛苦 非常不想来理你 那只好说一边替你擦身体 一边骂你 然后一边骂你 自己一边流眼泪 往往这种家庭悲剧 你说就是很多时候 你今天的社会 你也难以用一个不孝 去骂这个儿孙 因为他们的负担 你现在夫妻二人 动不动都是双职工 他们自己的小孩 还得照顾小孩 那你说他确实 他怎么能够天天去照顾老人 我自己都想不清楚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所以就只能够 就我们要放弃过去 我们相信的家庭纽带 来解决养老问题 你必须依托社会 或者社会上现存的力量 比如说专业的护工养老院 但是你刚刚一直强调的 就是我们这方面 他对你们家老人 可没有你有感情 当然 这怎么办 但是至少他能够满足 我们要做到几点基本保证 比如说他基本上 把老人能够照顾好 不虐待他 对 那么对待的是妥善的 是专业的 是有礼貌的 甚至最好他还是亲切 或者懂关怀的 这种人有没有呢 并不是没有 真的在很多国家 我见过一些专职照顾老人 比如说我就认识这么 我就真的认识这么一个朋友 是最近才认识的 在瑞士 他就是干这个 一个一个女人 很很善良 很好 他专门照顾老人 我愿意出 最高薪 可以啊 问题在哪呢 第一 他们这种行业 在很多别的国家 发达国家 他的薪水并不低 对 相当高 对 第二 他们这个行业 是被尊重的行业 所以我想现在说回来 我们的问题在哪 我们今天的问题 比如说你一开始 比较香港的飞用 跟大陆村里的 找的小保姆 你知道分别在哪吗 分别在于 当然这里面 包括了香港 我们发达地区 对第三世界的 跨国的剥削 先不管 费用大部分 都拥有大学学位 是吗 你不知道吗 那是因为他们太穷了 所以他们来香港 当工人 比留在当地 当老师 或者当公务员 薪水还高 但百分之七十几的 香港的费用 是拥有大学学位的 我家那个是会计学的 对 是博士吗 硕士 他女儿是读什么 建筑的 也一样没有工作 来做 所以你想想看 这边你先看到分别了吧 第二 就是他们 我觉得在中国 比如说你农村里面 找一个小保姆来 为什么 你觉得这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投诉过 说觉得他们好坏 对待老人不好怎么样 我没有想过 其实这不只是 看护的问题 而且有时候发生 在一些 你在农村找来的人 当保安 当什么 很多时候都出现这个问题 于是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下个总结 说 哎呀村里找出来人 特别的狡猾 特别坏 没良心怎么样 其实不是 那是因为 这本来在中国 最底层的一群人 他们不只收入低 长期的收入低 而且更重要就在于 他们所有到城市工作 这群人都是天然 不被尊重的人 他没有什么行业尊严 你怎么叫他专业 所以他也不尊重他自己 对啊 你比如说很简单 你说保安 或者什么天天被上司 打打骂骂 我们看过太多了吧 这种我们 我很注意那种住宅小区 那些保安 我们一进门 外面坐着好车进来 蹲着领导进来 他就这么举手 然后英文人瞧见 比如说对待外人 说想进来 不知道你是谁 他就呼呼喊喊 态度恶劣 为什么 那是因为 这也是他们平常 受到对待的方法 所以这是 咱们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有一个国际新闻 可以证明文道刚才说的 费用都是大学生 是吧 在意大利 这个素质更高了 这个照顾老人的是前总理 就是最近 贝鲁斯科尼 官司打输了 判决他 去养老院 社区服务 照顾老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文道刚才讲的 可能是一种理想状况 我听很多人给我描述过西方 加拿大什么的 当然我不了解 但是听人家那么一说 就是说你只要把你们家老人 交给一个医院 这个洗澡 擦身 给你伺候的 香喷喷的 你知道吗 就完全是 人家特别 这个护工 无微不至 照顾的特别好 然后你作为他的儿子 儿孙 你就是下了班 或者工作的时候 你就去看他 做一个情感交流 情感 然后其他方面交给 对 其他方面就交给他 就交给他 放心 我们这个老人 只有在自己家里人手里 才放心 中国其实也有部分人 可以这样子 就是你级别够的干部 是可以的 没啥 对 我想说中国 前几年我们 好几年两会 都在谈这个话题 前两年一直争论 就是说中国 一直有个传闻 说有85%的 公共医疗资源 是集中到了干部身上 那么但是这个数字 到底准不准确呢 后来卫生部出来 否认说这个数字不准确 但是问题是他们也没说 那准确的数字是什么 是更高还是更低呢 不知道 巨额的 所以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也能够发展 比现在起码体面一点 好一点的公废医疗 或者是对老人的公共的照顾 我觉得并不是没可能 只要我们重新规划分配 整个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结构 你比如说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不知道85%这个数字对或错 好我就拿它60%吧 中国的干部人数有多少 占总人口 你需要用60%的资源 集中给他们吗 这资源结构 重新分配很重要 还有整个权力结构 你权力结构 就是那个 整个医疗系统 在哪个权力下面来运作 那个也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一定是把权跟钞票拉在一起 像台湾自从二三十年前改革 整个社会改革 政治改革 连带你看到所有的专业领域都建立起来 现在去台湾的医院服务多好 我一进去 医生护士都我鞠躬了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在台湾不能想象 现在他们都去台湾做说做体检 对 好像感觉是去做桑拿一样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护士问我 你要不要脚底按摩